台湾陆军的一个小发明引起了热议 据联合新闻网6月6日报道 台防务部门发言人次日在脸书上发文 为跟上五日世界环境日的话题 公布多项台军推动节能减排成效的小发明 然而陆军官校展示的一套学生作品 太阳能发电战术背心却引起热议 对于这一发明 台湾退役中将率化民6日怒轰 你背那个板子怎么走路 怎么行军 怎么打仗怎么进入战壕 是嫌我们的兵背得不够重吧 这骂白痴一点都不错 他还指出这个太阳能板放在肚子上 要跟乌龟一样翻过来才晒得到太阳 要不然背在背上 也是要趴在地上才晒得到太阳 在台湾防务部门的评论中 不少台湾网民也指责台军作秀 有高赞评论表示 班长不好意思 A面已经满电了 请你翻身换B面 战术背心重点之一在隐蔽 现在用亮亮的太阳能板告诉解放军 我在这儿快来打我 那个防弹背心真的超级好笑 脚税请猴子来当高层好了 至少有香蕉吃 除了网民以外 帅华民六志在政论节目新闻大白话中也炮轰台军 还有个250当兵背一个太阳能板 这当过兵没有 帅华民更说 我当了几十年兵 我知道背包有多重 里面有防毒面具 弹药包 炸药包 军毯 换洗内衣裤 钢盔 水 太阳能战术背心及电池 是陆关同学在课堂专题实作的作品 针对其中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老师和同学深入讨论 让同学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更多启发 不断汲取知识 成长进步 不过仍有网友不买账 虽然表示这是学生专题作品 但美国预备一军官训练团 都已经在进行小队战术 城镇战部队对部队训练时 跆拳军校的学生却做出明显不符基本战术逻辑 或是目前军事准备需要的设计 冥想高层实在是浪费财政跟人才到极致